老公 我漏尿了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还不躲一边去 非抬着个脸跟过来 经过丢脸 弟妹你没事吧 阿兄 拿件店里的衣服给我弟妹换上 姐 这衣服我可不要啊 她天天一分钱不挣 吃我的喝我的 我才不给她买衣服呢 我今天过来是给客户挑礼物 是她非要抬着个脸跟过来 要不然会有今天治党的事吗 那也不能让弟妹就这样去见人吧 去吧啊 姐 你说我这不又欠你个人情吗 以后说啥我再不会领得出来了 行了 这种事情也不是弟妹她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她控制不了 我才控制不了了 说实话 我真后悔结婚了 自从她还了孕之后啊 我是越来越嫌弃她 身材走样 皮肤垮了不说 还整天油头满面 拉里拉她的 我现在看见她肚子上的认识温 我都知犯恶心 我现在对她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我俩现在都分房睡 她变成现在这样 不都是因为有了孩子吗 你作为丈夫 就算第一时间没有给到相应的关心和照顾 也不该挖苦和嘲讽她吧 我又没有逼她生孩子 她自己把自己搞成这样 我都没面子呀 面子 面子能值几个钱 弟妹怀孕的时候有多辛苦 生孩子的时候有多痛 坐月子的时候有多难 带孩子的时候有多累 我一个外人都看在眼里 她怨吐吐到干呕 还笑嘻嘻地对大家说没事 她全身疼痛肿胀的时候 还在伺候你忙前忙后 可是这些疼痛 在分娩面前只是冰山一角 她生孩子全身麻醉的时候 她的身体要卷成一个球状 难麻醉是要用长长的针管 在她的腰椎上推上十几厘米 在数次的麻醉后 医生在她的肚子上开八九公分的口子 足足八层 然后医生用特别大的拉钩 在她的肚子上一层一层地扒开 人还是很清醒的 你能理解那种绝望和无助吗 生产后 你是笑得何不拢嘴 却丝毫不屑于看一眼刚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妻子 她不指望你对她百般呵护 她就希望在她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 你能给她多一点点的理解和尊重 可是你做到了吗 我 表姐 不好意思啊 今天都怪我 我现在就回家 我保证这件衣服不会再给你弄脏了 吊牌我也没拆 等我回家换上自己的衣服 我一定把它弯弯整整地给你送回来 今天都怪我 弟妹 你说什么呢 你穿上这件衣服特别的好看 以后要多这样穿 多爱自己才对 这件衣服不收你的钱 就当是送给你的礼物了 你没有错 错的是没有责任和担当 只会甩锅和指责你的人 阿诚 你现在嫌弃你的妻子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何德何能 让一个女人牺牲自己来成全你 成全你的家庭 像你这种人 根本就不配为人妇 更不配为人妇 kio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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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